搞了一台老年鸡来自日本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名字叫做 看一下这个英文 Info Bar 它呢 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太酷炫了 你看这个红的和白的 中间还有这种蓝色的点缀 搭配起来就特别的好看 对吧 真的是我今年 今年收到的最漂亮的一款 老年纸板机造型的手机了 好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拿着这个手机就感觉特别有设计感 为什么呢 它是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叫做生哲之人 它设计的 它的设计品有一个官业叫做无意识产品 它有一件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一个台灯 这个台灯底下还有个小的住架 当你把钥匙回家一扔 扔在托盘上 灯就会亮起来 然后你要走的时候 就去那里钥匙拿走之后 灯也就关掉了 这个设计就很好的把关灯和 记得带上钥匙这两件事情 融合了一个产品 所以说这是设计的力量 那么这款手机上 有没有无意识设计的这种感觉呢 好像是没有 它就比较好看而已 这有点脏啊 我们来看一下 听筒在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三大件 安卓三大件 这说明是一个安卓手机 那和一般的这种按键手机啊 我们来找个对比一下 那没有找到新的机器 只有旧的这种按键机啊 可以看到两个的差别啊 除开这些功能键 这些上下左右选择键以外呢 我们就看这些数字对比就可以了 通常都会设计一点点间距在里面 而它做到一个非常紧凑的 这么一个设计啊 而且这个键呢 你在紧凑的同时 它的按键就变大了 再加上这个配色 采用了一个红白和这个粉蓝色吧 就是非常浅的一个蓝色 看着非常舒服啊 就给了那种哇 设计感高短 背面也是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手机logo 和一个这应该是 感觉也不像是一个闪光灯啊 闪光灯有可能吧 还有一个摄像头 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是一块 1020的电池容量 然后内存卡在这 手机卡呢在这 我已经插进去了 OK我们现在来开机看一眼 没关系开机键在哪 在侧边 侧边呢还有一个音量加减键 那再也没有其他的按键了 底下是一个microUSB 的充电口 这说明这个手机呢已经停久了 好的我们现在开机 藏了 手机的logo一出来 这个屏幕比例啊 我们得说一下 应该是一个21比9啊 感觉上是一个21比9 那这样子单独的话 就是一款手机了对吧 它突然多了这个几个键 那这样子就屏幕被拉的修长 OK我们看到啊 左滑右滑上滑下滑都可以啊 下滑解锁 左滑是访问网络 上滑呢是camera 是相机 然后右滑这边是信息 非常的方便 好我们解锁了 解锁这应该是 哦可以看到 界面 这个界面UI啊 也是有设计的对吧 你看 时钟 相机 浏览器 日历 设置 电话 计算器 文件管理 这应该是个记事本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 经常会用到 用手机来做的这些事情啊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 这款手机呢 是2012年出厂的 那也就是2012年 大家能够拿手机 做这么些事情 也是非常正常的对吧 这个UI没有毛病 而且这个UI啊 网上都说 这是垂直手机的UI鼻祖啊 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和垂直手机的 这个UI界面啊 这个是我网上找的 垂直手机的这个UI 你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们再换一张 这个下滑栏 我们下滑 这里要多一点 垂直手机要多一点 毕竟比它晚出对吧 你看这个 底下这个UI 哦太像了 怪不得说 垂直手机是模仿这款手机的 我们往上滑 你看 哇哇哇哇哇 真的有点垂直手机的味 对吧 这里我下了一些软件 包括它也是可以打电话的 我们来先看一下通话功能 我这个是解完锁的 一般的话它都没解锁 我们现在打个10086 新级服务 赞爱连天 欢迎致见中国移动 可以打电话 不过这个是解完锁的 原来从日本直接搞回来呢 是没有解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信用参数吧 因为它是个日文手机啊 所以说我现在设置的是一个英文形态 当然 看一下它 关于手机 关于手机 可以看到安卓版本是2.3.5 这已经非常老了 然后返回 这也没有什么性能好测试的吧 我们就看一下最简单的 像这些 YouTube看不了 诶 然后 这应该是个文档 文档的话它应该能够看一把 不过没有 因为是英文版的比较麻烦 这个Radio 这个网络也不行 这个需要插内存卡 来看一下相机吧 我发现了 你看 它这个其实 不 你看 不是一个闪光灯 而是类似于一种 诶 我看一下啊 它发的红光 这是测试被拍摄人的 这个是啥呢 这个红光 这是啥意思 有知道的小伙伴 给我科普一下哦 这有点厉害 有点神奇 那像素啊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可能也就一个 800万嘛 就在光线好的情况下 还是凑合的 我们再退回 看一下吧 这个火狐浏览器 能不能浏览个网页 哇 可以啊 可以啊 它呢 这应该就是一个视频了 它 但是它是一个全文字的 没有一张图 可能是 加载不掉 不行不行不行 OK 那还是退出吧 这个啊 其实感觉它不是触屏 它就是这种触控的 不是触屏 屏幕在这儿 就停止了 底下的不是屏幕啊 看到没 有分界线的 这个UI感觉还是挺 哎 挺不错的 看一下这指南针有没有用 哦 可以啊 哎 这就没什么好玩的了吗 好 听一下QQ音乐吧 网络 说网络不行啊 问题是我已经连上了WiFi 看见没有 哎 算了 我们 到网键管理器里面 这边呢 咱们 安装个GBA模拟器 看一下这个玩GBA游戏行不行 毕竟它有按键 那我们配合上按键的话 这个游戏应该是操作非常方便 我们看一下能做大发鞋 这个比例有点奇怪啊 你看我说比例有点奇怪吧 这个就是一个 它原件比例是这样子的 对吧 这样子奇怪 然后其实不会卡 肯定是不会卡的 这个屏幕也太小了吧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不过啊 特别清晰 屏幕小 这块屏幕数字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是一个下谱的机制 对吧 这样我们能不能映射到 键盘呢 等一下我们调整一下 横过来看一下 横过来看一下 横过来也可以啊 这很难操作 还是这样的纵向吧 这边并没有关于按键映射的设置啊 这就是白瞎了 我的 就只能这样子玩了 特别迷你的感觉 这个屏幕啊 这个占比估计也就一点几寸的占比小屏幕啊 我清晰是很清晰的 仔细看一下 我们放到 你看 还是很清晰的对吧 那 这么清晰的屏幕 如果在上面播放视频是怎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超级清晰 这个周杰伦 哎呀 哇 特别清晰对吧 在这里看电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声音有点不太给力啊 声音有点不太给力啊 OK 就是这么一款手机啊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我觉得拿这个手机 一点都不逊色啊 比那些苹果啊 或者是那安卓啊 都来的厉害一点 对吧 毕竟这个样子特别讨喜 好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